画面上是基隆市卫生局新任局长布达典礼 在市长谢国良的主持与尖交下 卸任局长杜雅慧将应信交给新任局长张贤正 新任卫生局长张贤正是基隆子弟 历练过台大医院与罗东博爱医院 在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回到基隆来为家乡服务 他过去15年在罗东博爱医院服务 家庭医学部有很多的很好的贡献 主要就是一个回乡的子弟去思考如何改善基隆的医疗品质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认定基隆的医疗品质 我们有很多还要努力的空间 还要再改善 让所有不管是急重症的长辈或者是孩子 或者是一般的病人都觉得在基隆 就能看到所有他们想看的医生 得到所有想得到治疗 这一点真的是市政工作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之一 所以我也是等了很久 今天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杜局长也带领了局的同仁跟市府配合 我们今年也开始会推动儿童专折医师制度 这些都会让我们把儿童的照顾做到更好 那再来是这几年老化社会下 将近五分之一五个就一个老人的基隆市民 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失能我们延缓衰弱延缓失能 我们做好长期照顾 长期照顾要普及而且要卡关 各个关卡都能够快速进入品质提升 市长提醒我们要跟一样要做好适当的结合 我们跟社会处跟其他的跨局处之间 我们会努力合作加速推动 市长谢果良也非常感谢 卸任局长杜雅慧的努力付出 让基隆市卫生局成为全国一流的团队 而他也期许新任局长能在这个基础上再接再厉 为基隆打造更好的医疗品质 也很高兴我们的杜局长现在转任参议以后 仍然会针对儿童医疗儿童早疗这两大区块 跟市府包括我的办公室一个月开一次专案会议 大家也会看到这个未来在杜参议的领导之下 儿童医疗跟儿童早疗也会有具体的一些改善 跟发展跟更多的布局 所以不管是张贤正局长也好 我们的度参议也好 未来我们都会继续的为了基隆各项的医疗跟早疗来努力 由于新任局长张贤正在宜兰深耕服务多年 深受宜兰相亲的爱戴 现场也来了许多台大跟宜兰医疗体系与教育系统的代表 共同为新任局长祝福 台北市还有桃园市还有基楼市的卫生局长 全部出自台大家庭医学部 请问你感觉上我们家一部好像是台湾卫生局长的摇篮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那可以说是品质保证 那开会你不要跟他说做点赶 不要 那80分的以一个人来说为什么不是120分 三个月完成为什么不是一个月完成的 他刚刚讲的那种东西 他会很任性的把它完成 任性完成 那他很随性 随性就是 你事实上你叫他请客 病人要求晚上要去看 那他很随性的 一定都会答应得到 那他多心是什么呢 他介绍有大的缺点 懒着下班 懒着吃饭 所以请记得要提醒他 要吃饭 然后多照顾他 新任局长张贤正的父母亲与太太 也陪同他参加就职典礼 新任局长张贤正是八斗国小 中正国中毕业后 到台北阳明大学与台大继续深造 服务过台大医院 罗东博爱医院等 也参与国际的医疗事务 是基隆出身的优秀医疗人才 记者黄日山 陈淑平 基隆报道